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如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257月 讲到正果这件事 倒数257月最后一行 前面讲到 上次讲到所谓的正出果 要先断三节 三节里面 那么正出果的根本 主要是断我见 断我爱 主要是断了我见 这到无用无我 但是要知道无用无我 一定要先有两个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 要断借进去 一个就是要正四地 那么就是要知道缘起四地的道理 另外一个就是要断借进去 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那么这个要先断 所以总结来讲就是断三节 生见 借进去跟疑 疑就是对四地缘起的道理 我不理解 不了解 上次是讲到这里 你看最后一行 见了正法 断了烦恼 也就断了生死 那么所谓的正法 知道就是缘起无我 那么你只要见了缘起 你就断了生死 那这个所谓断了这个烦恼 就是断这个根本烦恼 我见我爱的根本烦恼 那正如出国还没有断尽一切烦恼 那甚至是所谓的我见里面 是断了根本的分别我见 巨神我见还没断 我们叫巨神无名 因为生死苦果是以烦恼为根源而生的 那么这个烦恼根源就是我见以为根源 那根拔起来 但是还没完全断见 因断果也就断 所以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那么这个无名就是不知道无我 不知道缘起 起是怎样 那么你现在不知道的已经知道了 那么这样这个因断掉了 因既然断掉了 它就不会再不断滋生 那么正道出国 可说无量生死都已经洗了 经典里面常常会讲到 所谓的比如说亡生禁毒 那么这个下品下生的 念念中念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常常会讲到这种 念多少生死重罪 念多少生死重罪 那么念这个中 念多少生死重罪 那么真正能够念生死重罪的 就是让你不再生死的 其实就是你的智慧 那么这种智慧必须要是五肉灰 把生死的根都全断了 那虽然还有生死 还有生死 但是生死的根断了 它没有办法延续多久 就好像树拔起来了 那么它本身树的营养 可以再支撑它 也许一个月 也许两个月 但是这个树一定会死 就是你生死的根本把它断了 那么虽然还有两道轮回 或一道轮回 或是七次人天往来 或是一次 或是就不来 就在天上一次 还有生死 但是因为生死的根已经断了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 有一个实现 就是它不会太久 就好像树 不管多大根的树 因为月大根 它当然它里面的养分 可以足够提供它一段时间 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死 还在长叶子 其实它活不久 那生死看起来好像还有生死 其实那么在不久就没有生死了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叫做因断果也就断 还没完全断 但是它树一定会断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它说只要震到出国 可说无量生死都已经止息 因为我们会觉得 出国不是还有七次人天往来 七次人天 人天就十四次 那怎么会都已经洗了 没有 是指无量生死 就没有止境 阿罕经常常在讲 长叶沦迴不知苦之本尽 就是说你不断的生死沦迴 那就是因为你不晓得 就是不晓得这个生死最初的根源是什么 就是它怎么生起来 那所以因为你也没有办法知道生死的边际 就是不到苦边 不能就近苦边 那么这个出国虽然还有生死 但是已经就近苦边了 就快到岸了 其实是这样 经常说如大尺的水都干了 只剩一滴两滴 分别来说在没有证悟法性以前 未来的生死是无数量的 就是比如说如果是这个池水 那从地下一只冒水一直冒水 你怎么抽都抽不开 但是现在这个池水地下不冒水了 那个水源断了 水源已经断了 就它池子里面的水 它有一天一定会干 太阳一天晒两天晒就一定会干 但是如果是它底下一直冒水 那么永远都不会干 现在这个水源断了 所以它一定时间的问题而已 一定会干 所以这里它是剩下池水而已 所以它讲到没有证悟法性以前 未来的生死是无数量的 就是没有一个边际 没有一个尽头 所以我们常常讲 就近苦边就近苦边 不到苦边就还没有办法 等到出入圣流 断了三结 那我们说断三结就只是两道轮回 还没断三结以前 叫做六道轮回就不一样 那你只要断了三结 你也不多阿修罗 也不多三二道 那么你就是两道轮回 就是冷天冷天 其实是这样 那不再多恶趣 三二道的业都失效了 那因为一般都是讲五种而言 五道轮回而已 那有时候多讲一道 这六道 那如果是讲六道的话 不止三二道的业失效 四二道的业 包括阿修罗 那阿修罗南传就把它算在二道 北传是把它算在三道 所以三二道三三道 那如果我们要从六道里面来讲 四二道或是三二道 跟阿修罗道的业都失效了 因为你不会再造作这些业 不会 你唯一的业就是人跟天 而且人你也不会造 因为人也有几种 人基本上也有三二道上来的 所以你会看它 虽然是人形 但没有人性 就是这样 我们会觉得这个只有人形 我们有时候会讲这些人畜生不如 那有些是既是从鬼道上来的 或是从促身道上来的 它还有很重的那个习性 所以一般来讲 即使做人 它也会从各个道上来的 那如果人道从 人道来来做人的 当然就比较像人 天道在来做人的 那一看就是个好人 那个天生性善良 如果是从三二道上来的 那没有 那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充满着方向 然后常常有一些 比如说这鬼道上来的 它就轨迹多淡 一模轨迹特别多 那畜生道上来就要看 有些是谈的 有些是撑的 有些是吃的 不过畜生道平均来讲是鱼吃比较重 轨道是贪心比较重 那阿西侯罗可能就是撑心比较重 但是都有 但是如果偏重来讲的话 那出生道上来的就是很多道理 你跟他讲道理讲不明白 讲不清纯 就很难跟他讲道理 那因为 因为他现在是做人 那么正的出国 所以他人 他只在 他会升天做人 升天做人这样 那所以他说 剩下来的人间天上的业果 称为吉吉友 吉就是最多了 最多 最多七吃 它不一定是七吃 就好像我们讲 中阴生最多四十九天 但不一定四十九天 有的头七就投胎了 有的第一天就投胎了 有的第二天 有的没有中阴生 有的第一天就投胎了 但一般来讲 七天是一个七 但不一定是七天 那七七是吉最多 这个是一般的说法 那所以就是最多七吃 七吃人天晚反 所以 那么人天人天它是这样 就是 因为他现在做人正出国 假设你们真的出国 那么下一辈子 你们就会升到天上 因为你会正出国 你一定修很多善业 这种善业一定超过人道的业 一定超过人道的业 所以你会升到天上 那如果你有发愿 要请菩萨道 那你就可以不升天上 除非你发愿 就像艺术导师这样 那么生生世世在人间 你发愿要来人间 那你就依你的愿力可以 如果你的愿力强的话 那如果没有 那么你就会以你的业力 升到天上 那升到天上 为什么不一直升在天上呢 不会 因为天上很难修 天上大部分过得很好 那即使你已经正国了 你在天上也有可能会放异 即使已经正出国了 在天上也有可能会放异 但是天上再怎么放异 也不会造恶业 他就是都现在放异而已 就是也没有那么用功而已 但是他也不会去造恶业 那因为天上不太容易再往上 所以天人大部分都往下掉了 所以阿安君讲 曾经阿安讲 天 天以人间为殊胜 因为天人大部分都会下来人间 因为他们天受近了之后 就会到人间来 他们很少说 比如说你到 你世王天升刀立天 刀立天升夜谋天 夜谋天 夜谋天升多帅天 他不太容易 因为他就不太容易再往上进修 就一点像我们这个世间的人 那么生活过得很优渥 那么都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烦恼 你叫他用功也很难 你叫他布施可以 你叫他做好事可以 但是你叫他打坐 参加佛期或是努力用功 没有痛苦没有烦恼 他很难这么用功 那天上更舒服了 天上失一得一 失死得死 也没什么障碍 也没什么烦恼 所以不容易修行 如果容易修行的话 他应该有些 在天上跟人间一样好修行的话 他会在天上 很可能在天上 就直接在证阿罗汉 那么在天上可以证果的 除了三果之外 但是三果 三果因为他不来这个异界了 他就在天上证阿罗汉 那是因为他已经证三果 那个最后已经很低了 而且他生的 他生的还不是普通的天 他生的是五不还天 也是像净土这样 那边都是聚集三果的圣者在那里 因为他已经是最后一生了 所以烦恼已经很早 去到那里他自然就断了 他那个习惯力非常强 修行的习惯力很强 所以即使生到那种天上 他还是 就自然而来 把最后的烦恼断现 其实这样 那如果还没有出国二国的话 那么通常都会在人间证国 比如说除国 天人 天人 这样七次 到人间的时候证三国 证四国 那俄国也是这样 俄国也是到天上再来人间 那一次证阿罗汉 即使这样 就一往来 一往一来 来的时候证阿罗汉 通常是这样 那有没有可能在天上可以证的 应该也有 但很少 比较少 我们也不能说都没有 应该也是有可能有 但就是理论上比较少 不容易 天上也不容易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最多是七往天上 七还人间 那就是十四次 但最多 但很可能就是 来人间的这七次里面 不知道哪一次是阿罗汉 但是你再怎么懒惰 现在放异也就七次了 一定要涌断生死 入虐盘 就是不会再轮违了 不会再轮违了 那一般我们讲 入虐盘 入虐盘 有点感觉好像 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其实不是 他就是没有生死 就叫做虐盘 就是苦永远熄灭 因为有生死就有苦 因为我们现在讲 好像是说 我们从生死入虐盘 好像从三界出一个地方 其实不是 他是因为这样 因为有生死就有苦 有生死 生死之间就有苦 因为生老病死 生死是两种而已 那么生死之间就有什么 老病 老病 然后愿正会爱别你求不得 就有这一些 愿正会爱别你 跟求不得 那么就有这些苦 那么这些苦永远止息 就叫做虐盘 所以他没有生死 因为你有生死 就一定有这些苦 就算 这个是我们预见的 那 这个 这个到天上也没有什么求不得 也没有愿正会 有爱别你 也没有老跟病 只有生跟死 只有生跟死 比如说你到飞翔飞翔天 你生到飞翔飞翔天 那个是生 然后到飞翔飞翔 包安大解晚 那个是死 中间也没有什么老病 愿正会爱别你求不得 没有 没有这些 这个是我们预见的才有 好 那么但是 如果我们预见就是有这种 几种苦 因赤胜 那么基本上就是生死就是苦 有生有死 有生死有苦 那这个苦的止息就叫做涅槃 就再也没有 再也没有这些苦了 那么不管你是在预见设界 不设界 你一定要受苦 一定有生死 那么现在是没有 所以 其实怒涅槃指的就是 从有苦的界界 到达没有苦的界界 那 我们不要误会说 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好像从 从一种身份到另外一种身份 当然是重返入圣 但是其实他就是苦的由于 不会再有生死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最多是七往天上 七还人间 因为你是从人间正果的嘛 所谓的回 或者是还 一定要涌断生死 但是生死 入涅槃 这样看起来 到了出果 生死几乎都净断了 就是生死的根本断掉了 但是生死还没完全断掉 生死的根本断掉 但是生死还没完全断掉 出果是这样 因为他还有七次怎么会断掉 没有 但是根本已经断了 要这样讲 所以 虽还是生死生 虽可能还有七天七人的生死 但死已见到了生死的苦边 所以我们常常讲 救兴苦边 救兴苦边 那么 生死再不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所以在圣位中出果是最可贵的 最难得的 如果菩萨就是无生八人 他就是凡胜的差别就在这里 凡胜的差别最主要的就是 有没有正得无我 有没有见到缘起 见到缘起就正得无我 所以这个佛法的修行 其实核心要放在怎么样用观照的智慧 来知道无我 就是从有我到无我 修行其实是从有我到无我 其实这样 一般来说像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修行 都没有接触到这一块 我们的修行基本上就是送心念佛持重 然后求往生 求福报 求感应 大概是这个 那么比较少说 把重点放在怎么样去知道我跟无我 是什么 就是怎么去了解无我 怎么观照这个身心的无我 比较少放在这里 那么当然一开始佛法是这么教的 只是后来流传久了 慢慢慢慢佛法已经变成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大 那么也越来越不 就是离解脱越来越远 会开始变成这样子 其实佛法的核心在解脱生死 那解脱生死的关键在知道无我 那平常我们是有我的 就是我们之所以会生死 基本上就是有我见有我爱 就无名所父爱解所欣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所以现在的重点 不管你是修什么法 三十七道兵 四年初诗正经 四如一组五根五一细绝 这八正道 修四欲留之 修三 修戒电会三无漏学 修六度波罗命 不管你修什么 那么你的前面一个目标 就是召见五云皆空 就是正无生法人 就是正出国 欲入圣流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么你要欲入圣流 就是你要召见五云皆空 你一定要有智慧 智慧一定要从文师修来 那么文一定要是文无我 文元起 文是定 一定是要这样 就是你要多文 你要如意思维 一定要思维这种东西 到底什么是我 什么是无我 那怎么样降低我持我爱 减少我爱我持 那这个声文里面 其实就是从你对你所有的东西减少 因为我爱我所爱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有所谓的 我爱里面有所谓的 自己爱 境界爱 我持我爱 这两个 等一下后面有 我有朋友讲这些东西 我持是生死根本 那一般把这个 我们一般讲我见 我见就是我持 持有我 持取有我 见射手 受小解释失误 我们如果这样看 我见我爱 那我爱有我所爱 那一般我们讲 这个是自体爱 对自身 自体爱 我所爱 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我们就用 其中一个说法来讲 自体爱跟境界爱 当然还有所谓的后有爱 自体爱 境界爱 那这个声文 就是佛陀教的 基本上 一开始是对你所拥有的 我们讲我所拥有的 那么尽量减到最低 那么对他的欲望 叫做 少事少业 少希望处 佛法他就是这样 少事少业 少希望处 这个其实就是少益之主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这个欲不离开五欲 这个欲不离开五欲 这个声文法是这样修的 从少益之主开始修 一方面它有两点 一方面从少益之主 减少对我所爱的持取 那么我所爱减少 然后一方面 多文薰习 对佛法的多文薰习 那么对于我职的淡保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看出家了 他要解脱 解脱的关键在断我见 断我爱 他先让你 第一个 你没有 第一个 没有亲情的这种 这一种直取 那么你来出家 没有所谓的 你是什么种族 什么种族 没有你自身的优越感 也没有 你所拥有的东西 捡到最低 你只能拥有四种东西 饮食 衣服 卧具 跟医药 只能用这四个 医药是生病的时候 才可以用 没有生病的时候 你也不能拥有 它把你捡到最低 其实是要降低 你对于我所爱 因为我所就是属于我的 为我所用的 我需要的 那么终结还是这个我爱 那我爱是从我见来的 那基本上 它是从这个地方去 让你减少对世间无欲的贪求 因为这个根本是我爱 所以它从这个 你所拥有的东西限制你 那么让你慢慢慢慢 不依赖它 不直取它 然后再告诉你佛法 让你去思维 让你修安那波 让你有定 让你专注 然后去断这个 如果你一方面执取这个 一方面去 就是你一方面增长 我爱我所爱 一方面又告诉 用观念去告诉你 这个无我 那基本上不想念 其实是这样 那大圣的修法不太一样 就是生文的修法 你修法是从少益之主 少吃少益 少希望主 然后去减少 我爱我所爱 大圣的修法不是这样 大圣的修法是 从为它 从立它 就是说 它 你不断地去利益众生 不利益众生 不断地去利益众生 没有自己 只为了众生 那么这种 这种心里面不断 因为你 你只是想到利益众生 渐渐渐渐 你就不为自己 就是从这里 渐渐荡保 你的我见 我爱 所以 大圣基本上是 直接从我见下手 就是 你不为自己 无私地奉献 为众生 然后渐渐渐渐 你这种 你不为我 我值 我爱 只是想到我 由这种 这一种 这一种我见 就渐渐渐渐淡保 那生文不是 生文是 从你所拥有 一般人会辞取的 这一些理念 让你少事少业 让你渐渐渐淡保 我爱 所以生文 基本上是 从我爱下手 大圣 菩萨道 基本上是 从我见 直接下手 但是他也是重智慧 所以菩萨 他很重性空慧 那生文是 生文是从戒开始 戒 戒就是 什么东西不可有可 什么东西不能怎样 就是给你 比如说只能三一 那一波 脱波 只能脱怎样 从这些开始 少事少业 这是这种戒 所以他的 他的刺激都是戒定慧 那大圣不是 大圣是 这些比较重我戒 要你性空慧 就是 你无私地要利益众生 就是 无私无我的利益众生 所以他 六度波罗命 主要是以波罗为道 波罗是在前的 那么 就是以波罗为重 当然 最后都是以智慧为重 只是说 这两个基本上 就是 我们讲到 这个 修行 修行最重要的 其实是 你又怎么样去理解 这个 生死的根源 就是我们讲 我戒无我 到底什么是我 什么是无我 那这个有时候 要好好地想一下 那我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概念 那为什么 这个我戒是生死 我爱是生死 那我要怎么样修行 才能够 才能够真的断这个三戒 断这个生戒 只要是断生戒 那这个是 其实 只要是佛教徒 都应该要好好思维的 那因为我们 从大概 应该从明朝之后 唐朝 宋朝 禅宗 已经开始 宋朝还有一些 但是已经慢慢不见了 就是在思维 无我 要断烦恼这一部分 那到了明朝 基本上开始就只是 就开始 整个 整个要解脱的这种概念 开始就没有了 就非常少了 那么大家就偏重在求感应 求福报 求往生 大概就只偏重在这边 只要甚至只认为就是说 就是说没有已经求解脱这件事了 比较少了 已经没有了 那虽然说 大圣佛法要成佛 但是也没有几个说是 敢说要求成佛的 也没有 那点多就能够求往生是最 就已经是很 好像是很厉害了 那么求解脱 因为没有要求解脱的时候 也不需要去管什么 有我无我 因为求解脱要正无我 那因为也不可能解脱 因为后来就讲所谓的末法 那么你怎么修也不能解脱了吧 所以也不需要求解脱 就开始有这种观念出来 那这种观念让佛法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大家都因为也不能得解脱 所以也不需要求解脱 那么既然修也不能解脱 那我去知道怎么解脱做什么 那我已只能往生啊 所以好好念佛往生就是啊 所以弄到现在还有人在强调 一佛 然后就是你只要不往生 你就会多落三六道 就变成还有这样的观念 那这种观念导致于 没有人在求解脱 没有人求解脱 就不需要知道什么是我跟无我 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 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就好了 其他不重要 什么缘起信通 什么诸行无常诸法物 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有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要四十八月这样就好了 后来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其实 往生净土是一件好事 但是 因为往生净土让佛法 因为净土法门 心圣让佛法变得不清不楚 那这个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导致你看我们学佛 谁去管 谁去管怎么正得悟 谁去管怎么解脱 都没有啊 真的 即使我以前 刚学佛也是这样啊 大家的一个观念就是 往生是第一腰底 所谓的生死大事 就是看能不能往生 但是佛法里面的生死大事 是看能不能解脱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只要能够往生就可以解脱 那因为这样所以怎么念佛往生 这个比较重要 那怎么样得解脱 其他的佛法要求解脱的佛法 这个都恍不济其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这种观念其实对佛法是有伤害的 你们好好想就知道 自己对佛法有伤害 那么 所以 像现在讲三生共法这一部分 那么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佛教徒是不知道的 大部分的佛教徒是不知道的 就算知道了 他也不在意 不以为意 因为不用啊 变成知道了也修不了啊 就算努力修也振不到啊 以前舍利佛说 知一法就断一法 知一法就正一法 知一法就修一法 那现在的人变成 我就是知道了我也正不了 我就知道了我也断不了 我就知道了我也修不了 就变成这种概念 那这种概念 其实怪不得也不能解脱 那其实你只要转过来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说 我们还是要很努力去了解 什么是我跟我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在释迦佛那个时代 佛法跟外道的差别 最大的差别就是我跟无我 商门婆罗门都是有我的 就算是断面 长见跟断见都是有我的 就算他讲无我 他也是有我 以这个色身为我 这个色身死了之后 这个色身就是我 这个色身死了之后 我就没有了 那还是我 那么佛法跟外道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跟无我在分别 那这一部分后来没有了 所以导致佛法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尤其是北传的 几乎没有说要求解脱的很少 也不能长毛钱没有 这是非常非常少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好一点点 阿含金大概就是讲我跟无我 阿含金开始很多人在研究阿含金 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就讲 在圣位中出国是最可宝贵的 就可贵最难得的 正在出国可说是生死已了 还没完全了 因为他还有七次 总共有十四次 但是一定会了 最多不是说一定会有十四次 他可能下次再来做人一次就解脱了 也有可能 看用功不用功 看他的成熟不成熟 如破竹一样 人破第一面 第二节以下是不费力的 一破到底 通常是这样 刚开始比较难 像修禅定也是这样 要得出场比较难 得了出场 要得二场 得三场 就没有那么困难 这是学佛法者当前的唯一目标 你看 就是不管你是大圣小圣 大圣就是 菩萨道就是 以正无身法人为目标 所以他有所谓的般若道 他就二道无菩提 般若道跟方便道 虽然要成佛 但是般若道 还是以正无身法人为基准 那生文就以正出国为基准 就是为目标 为第一个目标 要把目标设在正出国 陆胜流 末世 正无身法人 那你既然要正无身法人 要正出国 那么你就必须知道 你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无我 如果是无身法人 那么其实是一样 但是说法不太一样而已 你如果是正出国 你要知道什么是无我 如果是正无身法人 你要知道什么就是无自信 我们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 从学佛法者当前唯一的目标 那究竟的目标 你可以说正阿罗汉 入涅槃 那大圣究竟的目标要成佛 但是第一个目标 短期的目标 就是最关键的目标 那就是要入圣流 正无身法人 那么这个是出国 二民失陀喊 敬伯修断祸 出国是虚头喊 二国是失陀喊 那么这里讲到他说 说明从出国而二国 三国 四国 就要说到断祸 祸就是烦恼 断烦恼 因为烦恼断建 前面有讲过 正出国的时候有讲过 断八十八祸 这个建所断修所断祸 那到底有多少烦恼 其实后来的论师在讨论 就讲的不太一样 这佛法从佛陀灭 开始进入 大概佛陀灭大概一百年 开始进入所谓的论的阶段 第二解禁就解禁论 第一次解禁 五百解禁还没有解禁论 只有解禁阿含亲而已 大家社解禁的时候 只解禁阿含亲 而且是四阿含而已 到第二解禁开始 只有砸阿含而已 大家社只有解禁所谓相应阿含 是砸阿含而已 到了第二次解禁的时候 就经过一百年 大家社解禁只是佛灭后 几个月就解禁了 但是再经过一百年 第二次解禁 已经是四阿含跟论 论开始就是对佛法有很多的解释 那么这种解释就比较细 比较深 但是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 人到底有多少烦恼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人到底有多少心所 也越来越多 就是单单讲心所就非常多 佛陀讲的心所其实很简单 就是受想行事 受想行 后来心所就散心所 恶心所 恶心所又有大烦恼低 小烦恼低 就非常多 不定 就非常多 那烦恼到底有 我们的心有哪一些心所 那有哪一些烦恼 就烦恼是所谓心所的一种 不好的一种 就有非常多不同的说法 那这个就牵涉到 那因为有多少烦恼 就牵涉到要断什么烦恼 才能够 才能够正 就讲到这个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见祸 修祸 极贫 极贫 就非常的多 但这个是各个部派讲的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的看法不太一样 那 这里讲到 他说就一定要讲到断 为什么 因为 出国 俄国 三国 四国 到底怎么分的 为什么这个叫出国 这个叫俄国 都是圣人 这个叫三国 这个叫阿罗汉 这个叫四国 看断的烦恼 因为阿罗汉是把烦恼断尽 那出国是断三截 那俄国三国 所以 他是怎么看的 怎么分的 所以他说 既然要讲到出国 俄国 三国 四国 只有讲到断 断烦恼 是以烦恼的 断烦恼的 就是烦恼的多少来分的 或是烦恼的轻薄来分的 烦恼比较重 烦恼比较薄 比如说出国 出国 出国是断三截 俄国也断三截 因为他出国上去就是俄国 但是出国跟俄国 出国也有贪嗔痴 就是俄国也有贪嗔痴 那出国跟俄国的差别是在哪里 出国的贪嗔痴比较重 俄国的贪嗔痴比较薄 出国断的烦恼 跟俄国断的烦恼 都一样 如果以一般的说法来讲 就是出国是断三截 俄国薄贪嗔痴 三国就断 五下分解 就多断了一个玉滩跟嗔 如果我们用一般最常见的说法来讲 那论诗的那个讲的比较复杂 什么八十八或那种的比较复杂 俄国用一般来说 一般的说法来讲 就是阿含经文的说法来讲 以阿含经佛统最初说的来讲 出国 俄国 三国 四国 出国就是断三截 他断的烦恼就是三截 他断的烦恼就是三截 就断三截 生戒进其乎 以生戒为主 只要断了生戒 就是正出国 断生戒就是知道缘其无我 知缘其无我 缘其就是无我 那这个大圣比较不讲缘其无 讲缘其细空 好 借进取戒 跟乙 乙就是对三保四地缘其无一 好 主要是这个 断三截 俄国也是断三截 一样是断三截 但是怎么来分出国跟俄国呢 俄国的贪生吃比较饱 他只是断这个而已 这个只是见手断而已 还有贪生吃 其他修手断有贪生吃 因为佛陀把烦恼主要是 就讲贪生吃而已 比较讲贪生吃 那么后来又讲多一点 叫贪生吃慢移 这个也是断三截 但是一样贪生吃都有 但是这个贪生吃比较薄 他一样是断三截 但是他这个贪生吃 跟俄国比 比起来比较薄 所以叫做薄贪生吃 这个比较厚 我们说比较粗 如果用厚跟薄来讲 这个就是比较粗重 比较厚 我们就比较多 薄就是比较少 就比较薄反 但是还是有 这个就是比较粗 比较薄 到了三果 一样是 因为这个都断了就断了 三截 然后多 就把这个 他把这个 把这个秤断掉了 把这个秤断掉了 他有贪生吃 他没有 他只有贪跟吃 但是贪 贪有三种贪 这里都是有 贪有三种 基本上是 可以讲两种 就上戒的 御贪 御贪 然后还有色贪 无色贪 但是色贪 无色贪 基本上都是一起断的 所以 这个叫做下戒的 下戒就是御戒 上戒的 色无色戒 他把秤断掉了 秤只有御戒有 色无色戒没有秤 扶住 但是他没有断掉扶住 所以他把这个断掉了 把下戒的御贪断掉了 把秤断掉了 贪断了二分之一 可以断三分之一 因为如果把色无色戒断进去 但是色贪断掉 色无色戒基本上也断掉了 那么他只断这个御贪跟秤 所以这个叫做五下分解 这个三个 这个两个 都是下戒的 这个都是下戒的 这个五下分解 到了阿罗汉 这个三戒也断 然后又断了 除了这个断 他一定是都断的了 断了之后 然后断什么 五上分解 把这个断掉了 色滩 无色滩 所以这两个是一起断 都断了 色滩无色滩 然后再断 要举慢五名 这个五名就是巨生的五名 巨生火箭 那么这个都断掉了 所以这个叫做五上分解 那么这个五下分解 跟五上分解的概念不太好 五下分解是包含三解的 如果只要把三解算进去 就八个 所以它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 这个是断 这个是断 五下分解 那五下分解 是包含三解 再加上玉滩跟陈 那这个不包含三解 就五上分解 上解 所以 所以他才会讲 那想出果 二果三分解 三果四果 这要想从断烦恼说 要从断烦恼说 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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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是出果 什么是二果 什么是三果 什么是四果 那么一定要从断烦恼 那把烦恼都断尽 那么所有的烦恼就这些而已 到了这里四果阿罗汉 就把烦恼断尽了 断尽一切烦恼 那么这个烦恼指的是 能够引发生死的烦恼 那如果从大圣来讲就是 他还有诡系烦恼 叫做习气没有断 但是这些不然如无名 这些不会引发生死 不障解脱 但障碍成佛 所以你如果要成佛 还要把这些习气 从佛的角度看 这也是烦恼 但这种不障碍解脱的 但是就是你没有断了 把这些习气断掉 你是成不了佛 如果从大圣角度看是这样 那么所以后来就会讲 这个习气是维系的烦恼 但是从阿罗汉来讲 他烦恼断尽就没有烦恼了 那么禅宗一个名词形容 他就说一丝不挂 一丝烦恼都没有了 所以他这里讲 如果从出国到恶国 从恶国到三国 从三国到四国 就一定要讲到什么 断烦恼 断祸 但这有一番特殊意义 与出国的断祸不同 所以要加以解说 好 那他说 这个 从出国到恶国 那么这个过程跟 从凡夫到出国 那么这个不太一样 他举一个屁 像一棵大树 把他连根拔起 那他就是死定了 就一定会死 然而在三天五天 或半个月一个月间 他还可能会发芽开花 过了相当时期 才完全枯黄死去 那么这个是经典常用的比例 他说应该要知道 此大树继续不断生活下去 那么是根 是根吸收水分养料 就是养分 肥料 那么的这个力量 大树本身 蓝宝有相当的生活能力 他举的是叶 但必须水分与肥料的滋养 树皮与树叶 虽也能吸收多少 维持树的生活 但由于树根的拔起 他不能维持残水 终于会全部死去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 一个水池 如果从地底下不断冒出水来 它就永远不会枯干 那现在如果底下的水 没有了 不再冒了 水延断了 或是从山上一直流水下来 那那个水池就不会干 现在山上的水没有了 或是你地底下涌出来的水也没有了 那么它这样晒 风吹日晒一定会干 一定会干 所以假如在太阳下曝晒 那枯黄的更快 这个树根拔起来 你放在阴暗的地方 那可能会持续久一点 那太阳 因为太阳晒 会把水分蒸发的比较快 所以基本上还有用功不用功的问题 那为什么最多七次 就是用功不用功的问题 最少一次 最多就七次 众生的生死解脱也是这样 生死的真正根源是我见 生死的根源是我见 那么虚脱环断了我见 生死就解脱了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好好的研究 什么是无我 怎么样贞得无我 这个其实是佛教徒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那么如大树的连根拔起 必死无一样 其以未断的烦恼 因为前面是箭手段 所以后面的就是修手段 痴润固有的业力使他生在天上人间 我们说只剩下两道沦迴 这是出国二国 出国二国只剩下两道沦迴 就是人跟天 那三国只剩下一道沦迴 就生到天 而且是五不还天 那阿罗汉就不沦迴 就是这样 那凡夫是六道沦迴 剩下的烦恼无论是作恶 那出国还会 出国还要起烦恼 因为他有贪嗔痴 他还有贪嗔痴 圣人也会起嗔痴心 但是那个嗔痴心不会很重就是了 圣人也会起贪心 又有贪心 那贪心也不会很重 也不至于因贪人造三二道的业 他也会造业 不是没有 他可能也骂人 可能也有一点点不感冤 但是他不会持续很久 不会很大 就好像地震小地震 不会摇到房子坏掉 偶偶小地震摇一下 烦恼像起个小地震 像起个小风小浪 不要起大风大浪 把整个房子冲掉 把船翻掉 不会这样 但是还是有风浪 有烦恼 那么所以 无论是作恶 所以是小恶 小烦恼 都是小烦恼而已 或修戒修定 都不能成为人天的总报业与隐业 只能是别报业与满业 或者生死也许还会无休止地在人间天上延续下去 那这个总报业与隐业 或是别报业与满业 这个我们前面再讲到无声共法里面的四种证件 有业有报 我们可能会忘记了 我们把它翻到前面来看 在89月 89月 好 这里讲到这个有业有报 这里 89月 种种业中 我们来看 先把 在这里再看一下 因为 不然你这里会看到 不能成为人天的总报业与隐业 那么总报业 这里有几个名词 一个是总报业 一个是别报业 一个是隐业 一个是满业 那我们已经上过很久了 所以大概可能忘掉了 我们不然回过来看一下 这是89月 二 第二行 二这里 种种业中有一些特强的业力 能引我们感到五去中的一去报业 那这里是讲五去 那有讲六去就六去 六道 就是六道 就是六道轮回 你之所以会轮回到六道中的一道 他主要是所谓这个隐业 引你到那一道的业 或生天上或多地义或多畜生 其中又有种种列别 如畜生中 畜生有好几种 你做老虎或做一条鱼 做鱼在大海里面 做老虎在山里面 做一条虫或一条蛇 一样可能都没有脚 但是虫跟蛇又不一样 一样做一条牛 在印度的牛 或在中国的牛又不一样 所以成为某 他讲 这个有抢的业 而感得一去的种抱体 这个叫做这里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人天的种抱业 这个业让你感到 感应得到这个种抱体 这个种抱业 能使我们对这一抱生的种种方面 得到圆满的决定 这个叫满业 所以影业跟满业 就是说影业让你做人 就我们现在来讲 影业让你做人 那满业就让你做男人 女人 有钱人家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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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好看不好看 头脑好不好 眼睛亮不亮 大不大 鼻子大不大 反正这些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满业 圆满 所以生而为人 见广万别欠杀 而同样是人 这个是影业 人是影业所感的种抱 所以种抱业 种抱体 就这里讲的 不能成为人天的种抱业与影业 那只能是别抱业与满业 那鱼六根有巨竹不巨竹 相貌有妆眼与丑陋 容色有黑白 眼睛有微光无微光 音声有优美或不优美 好听不好听 那有些人 这个就是福报 有些人单单一个好的嗓子 一辈子吃不完又不完 有些人单单眼睛跟你就不一样 特别 特别看得遠 有些人那个舌头 尝的味道比别人多 那个鼻子比别人脸 有些东西就一辈子吃不好的 这个就是他的特殊的 别人没有他有 他的特异功能 那有些人单单生云好 就可以吃一辈子 这很难讲 但是也可能因为生云好 说很苦 这个就是满业 就是很多东西 它有圆满不圆满差别的问题 那么这个 都有不同的满业而感的 所以它底下有一样 夜暴与现身功力的差别 那有些是可以长养 有些是生下来是这样子 好 放回来 259页 所以它这里讲 人间剩下的烦恼 无论是作恶 修戒修定 都不能成为人天的 总抱怨欲言 就是它没有办法再让你 就是有这种 就是不会说你在 他还是有人天人天 但是他引导他生人天的 其实不是 因为他把生死的根本断掉了 所以只能是别暴业跟满业 那因为他修行还是有分的 一样是正出果 一样是正出果 那有的比较会布施 有的比较会持间 那就不一样 比较会布施的 但是在来做人的时候 他一定是人天人天 他已经决定是这样 那么跟我们凡夫生人天的 那个演业不一样 所以他这里就在讲 他这里就在讲这个道理 但是一样是正出果 一样是从出果 从天上再来 但是你正出果 但是你种持戒的 你就可能长相比较庄严 比较有威德力 因为持戒比较有威德力 比较贵 比较贵 那么这个你比较重布施的 那就可能比较富有 就不一样 富跟贵 富基本上是比较布施严强 那么持戒是贵 就是你可能长得庄严 或是身在比较有威德力 或是比较容易做官这一种的 所以他这里讲 否则生死也许还会无休止的 在人间天上延续下去 所以你看他一样做人 他现在在讲什么呢 他现在在讲凡夫 跟圣者不一样 那么从出果或恶果来看 凡夫六道 六道 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应该恶鬼在前面 因为畜生是比恶鬼还不如的 那么鬼道 他讲鬼道 畜生道 那第一 好 那么就算这四个不要讲 你政见真上的 比如说政见真上的 反复里面还没有证出果 但是他政见真上 他也不斗三二道 政见真上也不斗三二道 但是他一样是仁天仁天 他不斗二道 但是他仁天仁天 那么这种政见真上生仁天的 他一样是饮业 但是圣者他也生仁天啊 正出果的 他一样是仁天仁天 但是他不是有饮业 他是有什么 有满业 他因为他已经决定 如果这个业会让他一直这样 那他就会一直下去 那政见真上的不斗三二道 但是他没有证出果以前 他都是饮业 仁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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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还不知道 因为他还没有证嘛 所以他也看不到边 他也看不到边 他一样是生仁天 如果我们从来讲 他一样是生仁天 他一样只生仁天 他也不斗三二道 他也不斗三二道 但是这个不斗三二道 这个不斗三二道 他还是饮业 他造的业 让他生死 这个不是 这个只剩下奇异的业 所以他有个尽头 他倒有尽头 这个还是没有尽头 他用不斗三二道 但是没有尽头 这个已经有尽头了 就是 可以到边的 可以看到头了 已经可以 已经有尽头了 所以他说 这个还是饮业 这个还是饮业 这个不是 这个只是满业跟别业 让他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是饮业的话 那么 人天 天人 他就会变成 一样像这个一样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他现在在讲这个 好 所以他说 所以他说 不管他 就算他造二月 那么因为修戒 修定会生天 修戒会生什么 生欲戒天 修定呢 会生摄土摄戒天 但是 那造二呢 造二会剁三二道 或是做 那或是做人 理念比较不好 因为他不会剁三二道的嘛 他说 就算你 你正出国的人 就算你做二 做小二月 不会剁三二道的 做人 或是修戒 那么 这个也是做人 修定 生天 那么 或是你修善 生欲戒天 修定 生社无社戒天 但这种业 都不是隐悦 都不能称为 人天的 总报业隐悦 因为他还是 因为他也生人天 但是他生人天 不是有 跟凡夫生人天的 隐悦一样 不是的 所以他说 底下国外五说 只能是 别报业隐满业 否则生死 也许还会 无休止的 在人间天上 延续下去 我们就用正见真上的 跟正出国的 来比 就知道了 因为如果不是正见真上 他也 他有六道轮回 但正见真上 只有两道轮回 跟出国两道轮回 是一样的 但是出国是七次 最多七次 正见真上的 还看不到边 他不知道多少次 但是这个就是隐悦 但是他那个不是 他那个是满悦 他生人天是 是因为他 人他一定会比较多 会生天 那么天一定又下来做人 这个是 这个是 除非你发愿 除非你是菩萨道 发很强大的愿 那么你就可以不生天 修天不生天 可以 那一般因为生吻没有发 发菩提愿的 发菩萨的 生吻就是要解脱嘛 生吻就是要解脱 所以他也 他一定会生天 因为他没有发愿 他就会随他的愿 这个愿 这个愿不是隐悦 随他的愿生到天上 然后又会随这个愿 是到人间来 他就会这样 那菩萨因为有发愿 因为菩萨不是要解脱 菩萨要成佛的 他会发愿 那生吻没有 生吻就是要解脱 所以他没有发愿 要行菩萨道要成佛 所以他也不会 生生死在人间 不会 所以因为这样他会 人天 人天 那菩萨可能就是 每一次可以生天 或不生天 都秀人做人 做人 然后行菩萨道 然后成佛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 他说 然而不会了 他仅能滋润就业 使他往生天上人间 所以他说他不是隐业 他是满业 一样是生人天 但是一个是隐业 一个是满业 不太一样 就是这样 由于我贱断 修货也不能无限制的延续 修货虽然没有断 你看他有贱货有修货 有贱手断有修手断 照理来讲他修手断都没有断 但是修手断就是修货也是从贱货来的 所以我贱是根本 他把烦恼分成建货跟修货 那么建货断了修货都没有断了 甚至还没保勒 俄国才保勒 跟反复一样粗 但是因为他建货断了 所以根本断了 修货也有限 也有限 所以他讲修货也不能无限制的延续 修货就是贪嗔痴 修货就是贪嗔痴 贱货就是什么 生贱 我贱 主要是生贱 就进去移 就这个 如果我们把这个来看 贪嗔痴慢移 基本上贪嗔痴 然后调取慢无名 基本上是这样 就贪嗔痴就是无名 他说正如树皮跟树叶的吸收养分 不可能维持大树的长期生存 不管他多大 他都没有办法一直维持 好 我们先下课 休息